我董事哲偉 那我其實今天比較不一定講資料 但是就是講一件 我開始進來研究關於土地的一些 它也算是一種資料 但它其實還蠻多的文化制度 跟我們所謂地理資訊這樣的一個背景 讓這個資料變得還蠻不一樣的 那我今天講的其實也是我們這個專案裡面 有一個叫做土地異體研究區裡面的一些內容 那我就做一點點這裡 那我會講三個部分 那其實這些都是一些 我等一下會提到一些連結 那主要第一個會講一下 其實關於土地有一個觀點 可以來看它的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問題 它衍生出來 第二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它其實可以回到一些 像是planning的空間規劃的平台 讓你這些問題做一點點進去 那總之其實一個土地看到它之後 它其實衍生四個面向 一個是它的所有權 第二個是它的開發權 第三個是它的規劃權 那其實在台灣這三個權力都混淆在一起 也可以說它跟我們沒有很好的一個平衡 有時候所有權人它可以無線上方去訴求一些事情 那許多公務門的本位主義也讓它變得好像自己也是一個所有權人的感覺 那有時候反而是開發權 譬如說交通部它想要開一條路 它的開發權有時候可以壓過有一些所有權人 反而有時候我們又需要仰賴一些環庭 透過規劃權去做一點點彌補性的協商 那測費資料也是一個地理資訊的一個特點 所以這四個部份它相關的法令 在所有權最高級到憲法 開發權的話有一大堆就是 就是都市更新、郭財產法、軍人村改建、初期平均參與 規劃權也很多 我們一直在講國土地的草案 國土的計畫的草案也沒有通過 然後現在的區域計畫到特定的濕地、森林、原住民保留地等等 都整個角落在一起 那在資料的部分也是近年來開始有一些新的看法 那當然憲法裡面是有講一些東西 那其實我們憲法比較接近就是土地權益的一個民定 那我是覺得它的規劃權跟開發權都還比較後面 它先界定的是所有權這個部份 那我們自己比較關心資訊權 或者是地理相關的其他面向就很難進來 那假如說加個幾個字 我們抓民國林土內的土地屬於全國民 那土地的運用的過程跟成果 我應該創造公共福祉為原則 但這樣的話感覺就 所有權就不一定那麼嚴重 反而是你到底這塊地最後做出來的什麼事情 為了什麼來做你的開發 這個可能需要導人 所以它就會衍生出來一些東西 那maybe是一個修法網站 好其實公務門裡面當然有自己的資料部 所以我們這個專案一直那麼辛苦 但是他們一定其實都有 但是也不能公開 那所以 當然他們自己的情境就會是 他們打開去還是就都知道 那國產署作為一個 他國務財產法賦予他一個開發權利 他二十年之內賣掉了一萬一千公頃 收入四千億 應該說他也不是很會賣 就是他有這個賣的權利 那誰給他認 就是國務財產法 就剛才提到開發權 那很難去檢渡他 你說你也不知道他們一定要賣什麼 我國行政院的院長 他有一個每次的例會叫做國務土地清理火化渡島橋 這次算是公開資料上最高的一個記錄 最近他們六月二十四號開會 就決定說 其實中牛是來報告說他那個高雄的燃油廠要撤掉 那撤掉土地要做什麼 然後我們就覺得可以做一點開發 那問題是那個其實都是中地 就是很土的地 你還要去做開發 那還有什麼國防部就很喜歡說 我的眷村要怎樣怎樣 他還要標售 那他這邊做了一個決議是標售 當然他接下來的相關主管機關就發了這個決議 那你去阿根那些發那個主管機關的時候 他就說我就遵照行政院院長的一個 小組會議的決議 那所以就很多 你不曉得為什麼他們要做一些特定的使用 那市區的話特別 統治性非常的高 旅館 商場 有沒有別人 那之前中央地方也有一個很微妙的武統 就是台北市有三個親肌母 那台北學院完全無痛的讓國安署照標 華光有抗陣 空腫看起來是市政府他有一點 操作的空間 所以這三個其實有一點微妙 意思就是說是一個打牌的感覺 我讓你 然後你讓我 那另外談到促產 也是另外一種很滿常見的開發 那他的問題就在於說他在第一階段 所謂計劃行程的階段 完全是公務門之間的往來 一般的人大概也沒有什麼機會去介入 也就是說他還有一個 教你怎麼樣做計劃的這個表格 看公務門自己還用 你要選他你做什麼 所以他的階段是說 他其實在計劃行程階段就決定有很多事情 那你後來看到的財務可行性 或後面的一些公愛資料 譬如說他出來報告書 其實都是很後面的 所以他的決策就滿了一個問題 那還有另外一種開發是都市更新 就是反而不是公有土地自己開發 而是好像有一個更新範圍 把公有土地包在裡面 所以四地叢的話 結論你的開發大概都是這樣的特性 所以你也不曉得為什麼 更新範圍一定要長這樣 原來裡面有七成的公有土地 他還巧妙讓台銀的土地不要算成公有的 把百分之七成的公有土地壓在所謂的百分之五十以下 而且就可以自辦讀坑這樣子 那他也不走國產法的限制 國產法第五十三條名 第五百名以上不要買 可是他其實加起來有六百九十八名 看他不要買 但是他都市更新 又走不同的開發方式 那我再講一點歷史性的就是 日治時期甚至到原住民的時代 都是公有土地 但是他其實歷史脈絡很不一樣 比如說違建 到底誰先來這樣子 然後當然是日治時期比較早 可是那些都沒有建成資料 所以常常是 你口述是可以問得到 他們家族是在日治時期就存在 就住 可是你沒辦法取證 那你又 怎麼 還有一分鐘 這個就更早一點 這個開始追溯到清朝的 然後 這個清朝的 這個苦澆網的人很細節的找 總之 然後那個東莞處有一個共館 就是說他們也 玩不下去了就一定要共館 因為傳統領域 還是要跟 然後下班的 他自己在別的地方 撥一下 他家的土地 其實是退福會的地 那你看我們原住民 委員會的傳統領域的資料 他明明全島都是傳統領域 他怎麼會有退福會的地 然後當財 那另外一個是說好 我們不要看過去看未來的話 就是森林議題不會是只有台灣 因為我們進口一大堆的 東南亞木材 所以如果要了解台灣的領地分景 你還是要回到東亞的一個貿易 大家趕快仔細看圖 好 拜拜 一、二、二、四、四、三、四、八 二、五、四、八、四、八